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楼高超过40公尺 随时又可能会有崩塌的风险 初步评估 就算日夜的加紧赶工 最快也要等到年后才有办法全面拆除了 赶紧连线给外场记者张贵端 蔡玉凯 告诉我们现场的情况如何 贵单请说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来关注在花莲最难拆除的这栋云门翠堤大楼 目前拆除的现场 但整个拆除作业从昨天晚上六点开始 今天白天持续拆除 不过就在下午暂停了这个拆除作业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重机距它的高度 大岗崖它的高度呢 只能够得到大概四到五层楼这样高度 目前从后方拆到五楼这边 没有办法再往上拆了 因此必须从底下呢 除了这个建筑废土之外 可能还需要沙石车运来土方 将它垫高 再继续往上拆 那么另外在拆除过程中 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有部分的住户代表表示 县府之前曾经承诺他们 会派遣吊车以及专业人员去取出他们家中贵重的物品 来做分类 让他们损失减到最低 不过呢 突然开拆 让这些住户代表非常的讶异 因此他们希望明天能够跟县府来协调 是不是能够暂缓拆除作业 不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立场 我们在现场看到来自全台各地非常辛苦的拆除团队的工程人员 他们在今天小年夜还是持续在这边待命 随时接收这个拆除的任务 没有办法回家陪家人过年 因此他们的心声呢 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听见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报导 日以继夜为拆除工作忙碌 小年夜不能在家陪家人准备过年 拆除团队的成员还敢交集 林先生来自台东 从事这行二十多年 地震发生第三天就进驻灾区 跟他一样无法回家过年的还有许多伙伴 庄先生入行三十多年 从凤林赶来花莲支援 得知可能要在这里过年 心里早有准备 眼前没有欢乐的过年景象 只有烟尘弥漫的断源残壁 脑中想的不是过年去哪里玩 而是下一步要从哪里拆 心里的话想对家人说 也是要希望家人平安 期盼大家欢乐过年的同时 也能祝福这群幕后英雄 顺利安全完成任务 大爱新闻张贵丹 蔡玉凯 SNG小组 华联报导 这个小年夜的确很多人相当不好受 包括除了拆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 华联县府在第一时间所设置的 各个安置中心 这任务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在今天的上午全面性的关闭 敢为安排受灾的乡亲 就近到各饭店 旅馆来暂时入住 好几百人等要等到过年之后 才有机会返家来查看 而有的人因为匆忙离开 根本来不及收拾 他们一套衣服就从地震后 穿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换洗 家福中心结合了服饰业者 就为这一群受灾的居民送上礼券 解决了眼前的难题 趴在床上开心玩电动 现在邱小弟看起来无忧无虑 不过地震发生后有好几天 是吓得不敢一个人待着 打开窗户的时候看到 对就是大楼倒掉的刚才叫阿满 就很害怕 不管我们跑到哪里 他就跟着我们 四天大概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住在安置中心那段日子 根本无法入眠 他们的家就在云翠大楼附近 现在拆除工作持续进行 被政府安排入出饭店 五口人两间房终于能好好入睡 不过还有一个烦恼 我们穿这一招已经穿了一个礼拜了 在我们没办法进入的时候也不能更衣 其实非常重苦的 照机等头有现金进去就可以买衣服了 这样子喔 对 这么有心啊 家福中心与服饰业者合作 发放五千元提货券 对还住在饭店的五十八户家庭来说 犹如及时雨 身上带的东西出来都非常有限 NET他们也希望我们说 家福能够带为发放他们的这一些礼件 让这些家庭有一套新衣服 至少在这么样子一个 挣灾的氛围里面 有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新年 让人高兴啊 他只是说 往正嘛 最大一个 你在苦恼是没用啊 苦中受了吧 各界发挥爱心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要让花莲受贷乡亲 这个年已久温馨 大爱新闻周辰张岳佳 花莲报道 而其实在地震后这几天呢 住在花莲部分市中心以及七星潭一带的居民 都处于完全无水可用的状态 而好不容易今天呢 水供市是全面性的修复 主要管线了 也恢复供水 不过由于呢 春节的脚步接近 用水量大增 还是可能会出现部分地区有水压偏低 甚至是出水量短少的情况 都要请各位相亲供提事件 供水车在花莲市区不断穿梭 因为从0206地震后 自来水管破管件数高达800多处 最严重的地区国盛和国联里 接连抢收后也在14号凌晨恢复供水 早上有的地方都有来了啦 大致上应该是在九成以上啦 但是有时候他来了因为停掉 就是又发现某个地方在漏水 一直以来水都不大 小吃店商家也因为停水供水不稳定 无奈的能做一天11天 正常营业不十分可能 所以只好将就将就 有些东西不能卖 像做汤啊做什么东西就没法 台湾自来水公司九区处 动员500多人全力抢修 过程中与正不断 抢修是更加困难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管线 已经都修完毕 我们水压 现在因为大家在抢水的关系 因为连接到了过年到了 大家在大清扫大扫煮 也是要预请这个花莲乡亲人 供体时间 解液用水 过年期间也是用水的非常时期 从6号到14号为止 自来水车已经出动850次以上 全面供水后希望大家能更爱惜水资源 大爱新闻 谢云香 邓明仪 花莲报道 强震总计也造成了全台湾各地 178所的学校有不同程度的损害 尤其是集中在花莲县 这灾损金额就超过了9000万元新台币 未来都会一步一步来进行 像是围楼拆除重建 或是部分建物的修复工程 而除了各级学校 花莲的黎明教养院也是受灾户之一 建筑物的外墙是瓷砖严重的剥落 甚至大面积鼓起 不过目前还是不属于围楼状态 不过现在院方最忧心的是 光是这建筑物的补墙费用 就高达有上千万元 墙面融起 轻轻一敲 0206规模6墙震 黎明教养院赛损不轻 7楼以下外墙面瓷砖严重剥落 甚至大面积鼓起 避免商机新增早就拉起封锁线 没办法去判断它什么时候会脱落 那我目前就是寻商的方法 是说先把有隆起的部分先敲下来 那这整个工程厂商估价 大概是100万左右 距离断层带只有500公尺之院 当时长征营镇震出了长达40公尺的缝隙 最高落差就有5公分之高 长长一条大裂缝 景临主要干到明泉路 从1.5公分到5公分的地层落差 地基台深 柱子外色悬空 921前的建筑技术 屋龄25年 耐震度连院舱都忧心 如果再承受一些比较强度高的地震的话 这栋建筑物的耐震度可能比较有疑虑 在主结构 不管是扩住方面 或者是墙面的加强补墙 大概都要将近到1400万 东方好了吧 内心的顾虑因为住宿怨生就超过90位 当晚的地流翻身 遗迹有存 所幸主体结构并没有出现严重军裂和损坏 人员也都平安 不强空城 确实迫散煤烧 大一新闻小视节 吴博勋 花莲报道 经历了这场地震 坦白说也严重地打击到花莲在地的观光旅游 现在其实正值的是春节期间的旅游旺季 不过在花莲从民宿到饭店 这接到了不少的退订电话 旅游人潮可以说是相当惨淡 不过就当大部分的人都想要赶紧离开的时候 却有一群人从镇扣第一时间 不断地反方向朝花莲前进 他们包括了军警销 搜救队员 还有来自于全台湾各地的慈悸人 当然也包含了许许多多在地的医护人员 许多的医师以及护理师都是往急诊室里面冲来抢救生命 让镇眼上人今天在职工早会上是再度感恩 这样无私奉献的信念 第一个时间所感恩的就是医疗的动言 当这么在很摇晃的时候 院长的电话中就跟我说 那就是第一个时间心里就挂念的急诊的病犯 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昨天县长来我也说 哇 真正好在华人有医疗事业在这里 一下子这百多位的轻重伤的伤患 涌进来 我们及时抢救 那样抢救的生态 很令人很感动 在救护车道 急救推车铃 医师跳上去 就边急救压了 还有一直在推 这种荤苗荤苗都在抢救生命 一时半刻 花莲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灾区的氛围 不过当中也充满着各种互助的力量 就带您看以下的这一则专题系列报道 这一夜雪台震惊了 地震来了才知道 我没有办法站了 用爬的 爬住房间外面 然后外面更惨 整个家具全部都移动过了 房屋毁了 人消失了 信心也碎了 我们只能自立自强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这天灾 每年春节都却观光荣景 但花莲地震后 退房电话纷纷响起 崩坏的家 重创的产业 花莲人该如何充实荣耀 这一晚原离地震灾区 花莲市 来到树丰乡的民宿 老板员工 彻夜没合眼 分分钟电话展现 带子里地板上涌进暗行决赠 老板提供无家可归的灾民免费食宿 51间房几乎客满 我知道他们可能在 就是团圆市的那个建筑物 比较老近 他们不敢住 所以我就马上把这个讯息 然后迫到那个FB上面去 我觉得他们这个老板 真的是太好了 就提供一个爱心民宿这样子 对 然后就很感谢他们这边这样子 张文娟一个人在白金双新大楼租屋 才几秒钟 大楼变成围楼 意识不清的他 拿了手机就往房外跑 七层楼 我是最高层的 所以是最咬的 直接我连鞋子什么都来不及穿 可能是挖片那些 整个我堵住 所以要爬上那个屋檐 整个逃生过程宛如电影里的灾难剧情 我原来是五楼对不对 可是这边是变成一楼了 而他则是云门翠堤的住户 五楼住家变一楼 掀开义屋下的脏屋都是投命的证据 尽管自己全家死里逃生 但讲到失联的老邻居 马上变了表情 你们有打他手机吗 因为很多都打不通了啦 都失踪了 没办法 瞧他边说眼泪就快掉下来 看得出还没走出阴影 专家说天灾不止会造成有形的损失 还有看不见的心理疾病 专家建议保持镇定跟规律的生活 也并因为过度悲伤而放弃社交 最好灾难新闻别重复观看 因为恐怖片段会向胶卷不断重播 我也是从台北移居到花莲来 那我刚来的时候 因为花莲地震很多 每次地震我往外跑的时候 看花莲乡亲都没有人出来 可是这一次竟然大家都往外跑了 所以说这次花莲乡亲真的也是 也是有吓到了这样子 在花莲小巨蛋 慈禧之工廖茂望说 以往花莲居民对地震习以为常 没想到这一次会这么严重 他们提供热食 衣物 只希望帮民众早早走出伤痛 从昨天清晨开始 金色师傅就准备了热饮热食 来给乡亲们那个使用 人亡了 我们不流泪 我们不落泪 我们落脱 我们不落泪 虽然房屋倒了 但告诉自己不能流泪 眼前最重要的是 从破败中重新再站起来 海内外政府民间温情涌现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高雄的慈禧之工陈天凤就胜着春节前夕 与实业家们分享救灾时的感动 慕心慕爱 过年前企业家齐聚 不是要谈生意 是要讨论如何帮助地震灾民 身为慈禧之工的陈天凤 黄福生等人 花莲地震后直奔灾区 在家里面什么都不错 来这边刚刚起了一大堆的王牌 企业主却承担起从未做过的厨房工作 全是因为不舍灾民的心 回高雄后陈天凤更马不停蹄 立刻向企业好友慕心慕爱 爱的号召下老板们纷纷欢喜响应 企业内部也团结一心 不舍花莲的灾民 员工捐出了一个月的薪水 没办法到现场去支援 那我们可以做一点 微薄的小小的一个心力 企业主跟员工捐出爱心 只希望能为苦难者尽奋心力 大爱新闻 陈一甄陈立委高雄报导 距离遥远 心却很靠近 花莲强振过后 来自于全世界三十过多的爱 不断地驰援台湾 包括了斯里兰卡的清真寺 也传出了为台湾祝福的祈祷声 大家是回想到南亚海啸当时 自己给予过的各项援助行动 现在前程祝导 邀寂人苦我辈的祝福 台湾离我们很远 那我们要用我们的最真诚的心 还要用我们最大最大的爱心 把我们的爱传过去 孩子们手捧心灯 如手捧希望的火苗 慈悲心也在他们纯真的心中点亮 花莲受强振重创 密西沙家人文学校的走廊上 贴满孩子的爱心祝福 多伦多人文学校的师生 家长为花莲邀送祝福 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国家 我们大家都非常地安全 没有地震 没有天灾 但是我们怎么样 要知福祉福再造福 浩荡的朝鲜队伍 用秦诚又坚定的步伐 众人一心为花莲祈福 大家很祥和 然后有一个共振的力量 能够来祈求这个天下和平 是很好的事情 花莲有赚摘 我看到那新闻 也有听到那个 心里很难过 可是不晓得要怎么 正好听说要朝鲜 我就五点钟我就起来了 大爷新闻知识美职工 综合报道 大爷新闻知识美职工 过年期间直发愁的 恐怕还有这一群农民了 苗栗的明德水库拉警报 邻近的三个乡镇 包括了头屋 灶桥以及后龙 下个月开始 倒坐必须要配合修根 停止灌溉 农民可以拿到相关补助 还是相当的无奈 去年底明德水库水位 创下二十多年来新低记录 后来虽然有陆续降雨 加上今年元月份的人造雨 都只能够稍稍解渴 水勤还是吃紧 明德水库目前有效蓄水量 是六百四十一万吨 蓄水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三月份起 一起倒坐停灌修根 面积一千一百七十五公顷 每天可以省下十七万吨的水 春根光是整田每天就要用掉十几万吨的水 假设春雨不够恐怕危及公共用水 停灌是未雨绸缪 农民很无奈 包括头屋 造桥后龙三个乡镇都在停灌的范围内 美工请最高补助八万八 大爱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今天小年夜有不少上班族 是提早向公司请假 希望能够尽早返乡 也因此国道从今天的上午开始 就陆续的涌现车潮了 包括的是国道一号 部分路段一度时速 只剩下二十公里左右 光工局就表示 根据往年经验 国道三号车潮会比国一来得少 建议您可以改走国道三号 避开塞车 来到松山机场 行政院长赖清德特别关心 领导民众有没有买到机票回家 小年夜交通各项书运如火如荼 而因为M03争议 两岸交通更是春节的书运焦点 目前座位上面也都还够 八成九左右 并没有满站 这个时间分散应该就没有问题 政大航空器这个措施 刚才提到长荣已经承诺 那今天早上我也给 这个中航公司合同事长打电话 希望这个上面他也配合 他也同意了 今年离岛航班 共提供二十四万五千个座位 民航局强调 目前人事功过于求 要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台铁售票大厅也涌现返乡民众 受到地震影响 华东车票也不再一票难求 收票小姐刚刚看了一篇 她说没有票 可是后来再review一次又有票 所以蛮惊喜的 国道则从下午三点开始出现返乡车潮 南下车多的状况 晚上八点就能疏解 高工局预估除夕一早 还有第二波返乡潮 明天开始就会有第二波的 一个返乡的车潮 那我们预估从上午六点开始 整个国一国三的南下 就会有一波南下返乡的车潮 那这个车潮会持续到下午的三点左右 会得到输解 国道尖峰时段除了南下车流量最大 初四则是北返车流量达到高峰 双向交通量最大落在大年初三 高工局提醒 民众可以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 或是高层载时段上路 国五从初一到初五 西部国道则是初三初四的 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 建议民众上路前查询路况 才不会卡在国道上 坏了好心情 大家订阅华基地讯英豪台北报道 国内限速政策在扩大 环保署提出了从明年开始 将要禁止大型的连锁餐饮业 免费提供内用的消费者塑胶吸管 包括了麦当劳 肯德基 以及星巴克等等 都是首波的禁用名单 而至于如果要禁用塑胶吸管 那么选购环保吸管 也有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了 因为大部分的环保吸管 是以剥离或是不锈钢的材质为主 各有优缺点 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一种 钛金属吸管 标榜的是耐高温 重量又比较轻 不过单支药价并不便宜 要六百到一千块以上 限速政策陆续上路 环保吸管成了时下最夯的产品 而民众的接受度也跟着慢慢提升 网路上现在不是有 熟的玻璃的跟铝的吗 听说玻璃的会好一点 我会想要用那种铁的 因为铁的会比较环保吧 就像铁碗跟铁块一样 市面贩售的环保吸管 主要分成三大类 有最新上市的钛吸管 标榜无毒重量轻 价格落在六百八到一千一百元之间 而玻璃吸管耐高温强调透明度 民众在使用时对于管壁清洁也比较安心 而耐摔的不锈钢依照种类不同 能耐酸减 但价格差距大 资料更是层次不齐 地性民众选购时 一定要特别留意切口安全 建议大家要先看一下 摸一下看看它是不是会刮嘴 那有看到很多 其实它会直接做切口 没有去做处理 那就很容易刮伤 除了使用安全 清洗也不能疏忽 一般都会附上吸管刷 方便清洁 而不锈钢吸管 最近会用菜刮布刷洗 产生刮痕而破坏材质 另外可别以为不锈钢不会生锈 要是洗完没有晾干 时间一久也会产生锈斑 不锈钢的东西 因为它是由不同的金属元素去组成的 那有一些元素我们会担心说 它对身体会有不好的影响 如果你把它刮伤之后 就是破坏了这些保护 想要响应环保 民众还是有不少注意事项 得多听多看 才能选出适合自己的环保习惯 大安新闻 吕思轩登映中台北报道 明天就是除夕了 随着时代变化 不少家庭选择预购年菜 来减轻自己准备年夜饭食的压力 不过呢 提醒您可别收到产品后 就直接的丢进了冰箱里头 记得要检查一下以免后续产生消费争议 或是食安方面的疑虑 我先爆香一下 热锅爆香后陆续加入芋头 萝卜和冬菇 这种是食井的东西 然后又是红烧的东西 然后就很下饭 再经过小火焖煮 拌炒入味 然后再来就可以起锅了 家庭主妇陈女士 每逢过年都会准备 这一道团圆料理 红烧十几会上桌了 烹调过程不到15分钟 但其实前一晚就得进行 干煸 冰镇等前置作业 才能让食材完美融合 这红烧锅好甜 美味背后的功夫 往往耗时费力 近年来她发现许多通路 都在推预购年菜 开始有点心动 女孩子都有妈妈手 然后就是有时候 年节过完的时候 妈妈手就会发作 今年也很想试试看 要你省去去备料 去上菜市场的时间 行路上选择五花八门 但毕竟看不到实际产品 还是免不了担心 食材外面过不过新鲜 对啊 你看它弄得这么漂亮 到时候回来不小是不是 就怕理想和现实落差太大 衍生消费纠纷 业者也有评管的方法 怕每一道菜的内容物不太一样 有的多有的少 那我们在制作年菜的时候 我们会每一道菜的每一项 我们都会用客树的部分 来做分装 电视购物大力促销年菜 还祭出即将售完这类饥饿行销手法 但不管是利用电视报纸或网路等方式来贩售 都受到消保法通讯交易的规范 行路上从封面到内页大打名厨招牌 到底是亲自料理 技术指导还是只有挂名 统统要说清楚 食堂署提醒订购前先确认业者 是否有提供定型化契约 收到年菜产品后 也要立即检查 包装是否完整 透过层层把关 让年夜饭更加圆满安心 小家庭也能够选择吃一顿 比较健康简单的年夜饭 全蔬食对肠胃的负担相对小 台南慈激志工就透过了脸书的粉丝专页 线上教导五菜一汤的蔬食年菜做法 美食节目开拍 正上的志工摆好阵仗 全省贯注 还有行男来主持 以前在过年 可能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 第一个你可能吃不完 你会浪费 再来可能不健康 选用当季食材 在料理上做变化 就能做出满满一桌色相味俱全的蔬食料理 台南慈激志工成立粉丝页 主持拍摄一手包 要做成影片推广蔬食年菜 年菜的话又顺便可以推述 让大家在吃大鱼大肉之前 想想如果能够用吃素的方式 来做一些素的方式的话 让身体更健康 后制剪辑也是志工自己来 影片要放上网路 让民众轻轻松松就可以学习 为家人准备好吃的蔬食年菜 利用社群媒体推速爱地球 还要守护健康 大约宣文 潘宇珍珍瑞萍台南报道 但您关心两起国际之间重大空中意外 几天之前一架俄罗斯客机坠毁在莫斯科郊区 机上71人全数罹难 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是机长的人为疏失 因为它在飞机起飞前 少做了一个关键性的操作 导致了重要的系统结冰了 才会导致坠机 另外在美国呢 有另一架波音客机 则是在准备降落的时候 引擎外壳突然剥落 所幸最后是有惊无险的迫降 所有人相安无事 BRACE!BRACE!BRACE! BRACE!BRACE! 机上所有乘客下沉一团 双手抱头向前弯曲 美国联合航空编号1175号班机 这星期二从旧金山 飞往夏威夷檀香山 在飞越太平洋上空时 一声巨响后 其中一具引擎的外壳 不明原因脱落 机长呼救后 惊险迫降在檀香山国际机场 所幸有惊无险成功落地 机上370人相安无事 拍手叫好 从乘客拍摄画面可以看到 这架波音777大型客机 右翼引擎完全失去外壳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将调查事故原因 镜头转向俄罗斯 这架满载71人的客机 星期天坠毁在莫斯科郊区 机上所有人罹难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机师没有在起飞前 打开加热装置 导致机上用来测量 飞行速度的空宿管结冰 造成飞行速度的资讯出现错误 最后引发坠机 因此事故原因 目前归咎为人为疏失 搜救队员持续在深度极西的雪地中 收拾残骸 民众也自发性在事发现场附近 悼念罹难者 大爱新闻 留人好兵役 竟然从眼睛里头拉出了十多条的寄生虫 如此可怕的画面 就发生在美国一位年轻26岁女性的身上 她感染到的是一种叫做牛眼虫的寄生虫 本来是出现在牛的身上的 现在透过苍蝇把虫软直接带到了人的眼睛里头 而牛眼虫平时靠着眼睛的泪水以及分泌物维生 初期就会感到明显的疼痛异物感 严重还可能会导致失敏 眼睛照片还看不清楚吗 看看美国疾病管制 与预防中心提供放大画面 贝克利左眼自己抓出一条虫之后 医生又找出十三条半透明的眼虫 现在说已经是快两年前的事了 眼睛感染寄生虫是邱家营传染 长得很像家营 体型比较大 1940年代传进北美洲 在牛和马的眼睛上靠分泌物生存 过去也曾经出现人类感染另外两种眼虫 贝克利身上是第三种 也是全球首例感染第三种眼虫的人 大约新闻 许叔妹编译 另外要带您关注的焦点是在缅甸 洛兴亚人与政府之间的血腥冲突 持续到现在已经长达有半年了 始终不见和平曙光 好不容易有两个武装部族和政府 共同签订了停火协议 总算有了一小步的进展 欢喜入场 这一握手通往民主 缅甸新孟榜当与拉护民主联盟 签下国家停火协议书 缅甸民主小要进 还有至少十个组织没有签数停火 签数的两个部族 近年来很少和缅甸军方发生冲突 一路协商停火的过程中 淹没在洛兴亚难民新闻中 从去年8月到现在 快70万人逃到孟加拉 2月初平均一天就有150人 从缅甸到了孟加拉 孟加拉三月进入雨季 新旧洛兴亚难民 已经有至少十万人 就住在容易淹水和土石流的地区 眼看天灾步步逼近 虽然缅甸和孟加拉达成协议 要让洛兴亚人回家 却又节外生枝 遣返的惊喜成了昙花一现 缅甸驻联合国大使立刻在联合国会议中说 美联社和BBC报道 缅甸洛兴亚人居住的村子有大规模坟墓 以及种族清洗的报道都是子虚乌有 路透社记者也没有被逮捕 曾经的民主斗士翁山苏基执政之后 有着丰富自然资源和矿藏 缅甸这块亚洲的宝石还不见发光 大约新闻许书妹编译 成功的一起联体因分割手术 是一对住在美国德州 才13个月大的小姐妹 手术的难度在于 两个人本来心脏是紧紧相连在一起 如今成功分割健康状况也相当的良好 修士顿的德州儿童医院 为13个月大的连体女婴进行分割手术 超音波检查就发现 怀了胸部和腹部相连的连体因 2016年12月29号终止妊娠 35周早产 医生说安娜和霍普可以健康地长大 好好生活 现在就盼着能一手抱一个 跟两位好好地说声哈喽 在期待看到安娜和霍普 能走能好的一天 大约新闻许书妹编译 大家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晚上就是农历春节连续假期的开始了 虽然说天气是很稳定 而且温度也在回升 但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 并且在交通上也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我们从这个气流场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台湾其实是在一个高压回流的状态 高压的中心是在这个地方 那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就受到这个高压的环流 带来比较温暖的偏东风到偏东南风的这样子的气流 那么这样气流的话 第一个就是水气比较少 那么第二个就是像这样子偏东风是属于比较温暖的空气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度在回升 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水气少的缘故 所以呢太阳辐射比较强一点 比如增强地表的这个增温 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白天的时候是越来越温暖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云量偏小的时候 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辐射冷 所以入夜之后这个温度降温的速度还是很快 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么外几天天气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在除夕的时候 天气还很稳定 初一的话会有一波这个比较微弱的封面 通过我们台湾的北部的海面 那么对我们台湾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但是在比较偏向银封面 比较靠近封面的地方 像是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东南部地区 流量可能会稍微变多 会有局部地区有这个短暂的占语 但是大致上来说 因为水气量很少的关系 所以可能感受上不会太明显 只是在大概大年初二的时候 封面通过可能会有这个背后 这个封面后面的比较这个冷空气 会南下会造成温度稍微往下降一点点 但是从这个温度长途上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并没有比较明显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大致上未来的这个礼拜的天气 都还算是比较舒适 尤其在白天 但是还是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日夜温差仍然是比较大一点 另外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 因为通常在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 空气品质都会不太好 这个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尤其从这个空气品质 细悬浮为例的模拟图上面 可以看到其实浓度来讲是比较偏高的 那么再加上扩散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 西半部都要特别注意 是有机会到达对敏感族群 不良不健康的这个等级以上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么Y4天下雨区大致上是在比较偏向 我们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只是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战雨 但是大致上其实下雨的几率都不算是很高 只是Informin可能云量偶尔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可以看到低温大概是13到17度左右 东半部的话 低温也是大概在14到17度 要特别注意的其实是空气品质 可以看到西半部地区 尤其南部已经是可以达到 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其他各个地方有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明天的话要特别注意的 仍然是空气品质 可以看到在本中南部地区 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另外要特别注意的还是日夜温沙 西半部低温大概在13到17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3到29度 有什么南部相当的温暖 东半部地区低温是14到18度 那么高温的话也有22到25 26度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夜温沙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来看一下 后来五天我们北部地区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礼拜五大年初一的时候 一个弱封面通过造成云量稍微的变多 那么到礼拜天礼拜一 礼拜一还会再有一波封面云气 通过我们台湾的北部 所以天气可能也会稍微的受到影响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夜温沙会比较大 低温大致上都在14到17度 中午高温大概是19到24度左右 那么南部地区也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 也是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那么大概来讲大概是礼拜六开始 礼拜六礼拜天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低温大概是15到18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3到27度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 只是中间会有一两波比较小的这个变化 像是大年初一的时候 另外大概在这个初三的时候 可能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这个农历春节期间 大致上看起来天气都还不错 可以把握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白天很温暖舒适 但是在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偏凉偏冷一点 要特别注意保暖 西班部也要特别留意空气品质 可能不是很好 那么大年初一会有一波比较弱的风明云气通过 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尤其是礼拜二 这个温度可能会稍微的往下降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年夜同时也是夕阳情人节 美国旧近山的动物园 运用非洲黑角企鹅的习性 提供了红色爱心的布料 让它们独潮 相当浪漫 新闻最后带您一块去看看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